水勤吃緊 也讓抗旱省水的標準必須要更嚴格 目前臺中的水勤燈號 已經到了減量供水的成燈 臺水公司也對於沒有達成 節水標準的用水大戶 擴大執行 遷封減供 洗車店裡忙著整滴打蠟 外頭忙著沖洗外觀 師傅拿起噴槍取代水管和大水桶 實在是因為水勤吃緊 用水省多少算多少 還是一定會在想比較不一樣的配套措施 可是畢竟對工作來講 真的是滿不方便的 大臺中地區在1月6號 水勤進入成燈的減量供水之後 供應用戶目標減水量7% 非供應和其他用水大戶 目標則是10% 為達節水目標的14千封減供 對象是每日用水超過1000度以上 為達標的大戶就會執行 依照應變中心的決議 其中供應用戶從這個月 25號開始 節水由7% 調整為11% 其他非供應大戶則是維持在10% 截至26號已經執行了94家 千封好了之後 然後讓那個用戶 不能再去動這個開關 因為他如果在動開關的話 那個必須要破壞這個千封 雖然加大抗旱的力道 水利署表示 目前對於水勤持續監控 利保在五月底前民生用水無余 但對於供應用水大戶 提升節水幅度 水利署會同相關單位評估 目前暫時不會影響國內的經濟 而根據水勤觀測資料 供應大臺中地區的里育潭和德基水庫 26號的蓄水量只剩下16.2%和13.4% 尤其德基水庫快要見底 已經是歷年來的最低水位 也停止水力發電 而整體水勤何時可以緩解 得看入春之後的降雨狀況 記得您健身王龍濤 台中報導